大家在一起跟這邊一起徒師神 剛剛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慧林長老說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要為了我們華語堂 能突破一百個人禱告 那我心裡是有意想的一件事情 靠我們在那裡禱告的那幾個人呢 要抓住那一百個人呢 其實有限 那要靠誰 要靠你們在座所有的人 要靠我們每一個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傳福音不是只有在台上服侍的人 不是只有長老 不是只有知識 不是只有團系的會長 不是只有副會長 不是所有的幹部 傳福音是給誰的 是給我們所有的人 所以今天華語堂能不能突破 重點在誰 在我們所有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會用我們每一個人 只要我們願意的話 今天我要分享的這段經文 他說殷勤服侍 那我的題目是 齊來服侍 我回來 我想要邀請你們 跟我一起服侍 我們一起來服侍神 我們把榮耀會給神 那在服侍的講到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最近的經驗 幫我一下 好 來這次不是廣告時間 來有喝過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 如果呢 你最近有去他們店裡 高官的話 就是有去買飲料 你就會發現他們結完上之後 都會跟你說一句話 你們有沒有注意 他會說有你真好 他結完帳的時候 他就會說有你真好 那所有的店員呢 就會一起說有你真好 你們有沒有發現最近 如果出去外面蠻流行這種 大家一起說 好像比較有力量 但是這一句話 可能從你早上上班 八點就開始 十點開始上班好了 講到晚上下班 可以不累 累累累 所以呢 你在結帳的時候呢 結帳晚上說有你真好 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喊到那 就 有你真好 你就會覺得 你就會覺得 我在買的時候 有你真好 他沒有喊到你的心裡 你就會覺得 真的有我真的很好 所以 在我們的服飾裡面 我們一定要想想看 我們被審呼召那麼久了 在你的服飾裡面 你有沒有跟他們一樣 做得要生 就喊到好像已經很累 喊喊而已 主耶穌很愛你 你有沒有發現 內心的熱情 告訴人家說 欸我告訴你 那耶穌真是太棒了 還是說 禮拜要去禮拜 我禮拜正要去做禮拜 我現在要去做禮拜 就很平常的感覺 看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把我們那個內心的 神給你那個火熱的心 再次挑望起來 在羅馬書的前半部 如果我們有讀過整個羅馬書 你會發現 他前半段主要是在講 你信服不配 那從十一章過後 他就在講 你怎麼過好生活 我們知道定義過好生活 很難 但是我們知道好生活 是從誰而來 從我們主而來 因為他曾說過一句話 我們一起來念這個 我來了 是要教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所以今天 你要不要豐盛的生命 你要不要每天走出去 就笑嘻嘻 那怎麼辦 來到主耶穌的講情 來到主耶穌的講情 我保證你回去 必定笑嘻嘻 當你真的跟神 有一個很好的關係的時候 你每天根本不用擔心捨 因為你跟神有很好的關係 你知道再怎麼困難 他都能幫你解決 親愛的弟兄姊妹 跟神保持很好的關係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生命 是不一樣的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承造這個豐盛的生命 今天的經文說 陰晴不可懶惰 你覺得你服飾上有懶惰的時候嗎 我們有時候會 因為我們真的 我們是冷有懶 就是有懶 是因為我們真的軟弱 但是盼望我們每次 暖落的時候 神的話就提醒我們 陰晴是告訴你什麼 你一定能想像就是努力做 沒錯 神的功就是努力去做 很簡單 沒有別的禮物 就是努力去做就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去努力去做的時候 我們很愛討價還價 有一個孩子呢 他就跟他的爸爸借車 因為他已經扯免了 那他就跟他的爸爸借車 他爸爸就跟他說 孩子啊你還不大 其實你不太需要用車 那孩子就很絕疑說 不行我大學同學都有開車 我也要開車 那爸爸就跟他說 那我們來想一個辦法 他們會不會更好 孩子就說 好那爸爸我們來做個交易好了 他說如果我成績有進步 每天讀聖經 那我就可以跟你借車 那爸爸就說不要啦 你再把你的頭髮剪短 我們知道現在很流行 男生也都長頭髮 那他爸爸就說 你再把頭髮剪短 孩子就說好 三個月後 這孩子就拿著成績單來 就說欸爸爸我跟你講 我這個成績有進步你看一下 爸爸看了就沒有點頭 我有每天讀聖經喔 也有 我有看到 可是他爸爸就看著他 你的頭髮剪短了嗎 就還沒 那孩子很聰明 現在的小孩真的很聰明 爸爸我每天有讀聖經耶 那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聖經裡面摩西 留長頭髮 參數也留長頭髮 耶穌呢 也留長頭髮 這爸爸更聰明 這爸爸就跟他說 可是啊 你知道嗎 他們無論到哪裡 他們都 用走的 對不對 所以好好的無聖聖經嘛 今天呢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沒有跟神 這樣討價還價 好像 欸我今天來服侍耶 怎麼今天在那邊做這個招待耶 啊下禮拜我老闆 應該就要加我神聖 明年呢 我應該就要升官 我跟我老婆的關係呢 應該就要變成了 我們很喜歡 跟神討價還價 但是其實在我們的服侍裡面 不是這樣 有沒有 殷勤服侍 用火熱的心服侍喔 怕我們在我們的 服侍裡面 沒有這樣 跟神討價還價 我們知道我們的服侍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是愛 這個人我們都很熟悉喔 德雷莎修女 那她 一開始其實 沒有那麼辛苦 她一開始在歐洲的修道院 那 其實在那邊裡面 她是可以過著很安逸的神 有一天神就帶領她去到印度 看到印度那個需要的部分 她就決定 換上這一件白色的衣服 她穿白色的衣服 是當地的婦女 都穿了一件很樸素的衣服 那用她的生命 在那邊服侍 一直服侍 把她的愛 帶給更多的人 她死了的時候 然後印度還用國家的葬禮來 幫她舉辦賞事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她的服侍感動了很多人 也幫助了很多人 同樣 你也可以有這個愛 聖經裡面呢 記載一個人喔 她說雅各因為愛拉姐 就會拉班工作40年 而且 其 心安情願 她有一點覺得好像被騙了 但是她為了愛拉姐 她就工作了40年 今天你有沒有這麼愛主耶穌 有一個老太太她做了一個健身 她說她已經80歲了 那她覺得她年紀很大了 所以她很希望神可以趕快接她回家 因為她覺得她已經活在這個世上很久 就覺得有點累 那她在禱告的時候 她就想聽到神對她說 我要用人來做更大的事 那她其實是瞎眼看不到的 她就想說 我根本就什麼都看不到 我能做什麼事情 後來有一天她坐在她的電話機旁邊 就看到那個電話簿 那她是可以用手去摸 然後 在她後半生幾年內的時間 她帶領了三千個人信主 就光靠哪一本電話簿 她的服飾就是在家裡打電話 然後把福音告訴別人 三千個人信主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如果看得到又年輕 我們怎麼可以不服侍 神一定要用我們每一個人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有神的恩典 今天我們坐在這裡 只是習慣 想說禮拜日的人 不來坐坐就很奇怪 還是想說 哇 來這裡就是要得到神的恩典 得到神的話語造就我 使我可以再去造就別人 神要用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經文的後半段說 你們要有火熱的心 什麼時候最火熱 我覺得我一生當中 什麼時候最火熱的你知道嗎 第一個就是你要買你自己 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那個心喔 就是非得要今天十點 本來如果公司開門 你就可能八點就起床 想說我趕快先去吃個早餐 到最後開車然後停在地下室 時間上去差不多 再來你很火熱的時候 是什麼感覺 他戀愛的時候 那個只要看到對方 你就會覺得 哎呦怎麼這麼帥 怎麼這麼美麗 再來你看到神 你有什麼感覺 好像熱情有沒有姐一半 有沒有 有胖胖我們看到神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 啊感謝祖 今天一半是可以來到教會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要我們有那個火熱的心 你如果問我說那個火熱的心 你怎麼感覺 我告訴你就是你想要買東西 那個衝動的時候 那個火熱的心 你就把它拿來服侍神 那我告訴你 服侍的東西絕對是白天自白 因為你知道那樣東西一定很棒 你才會想要 幫忙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火熱的心 讓我們可以在 侍奉的品質上面可以提升 我們知道當我們沒有火熱的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會服侍 但是在服侍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受傷 因為我們沒有一顆跟神連結的心 有的人真的很會服侍 聖經裡面有一個人很會服侍 那一個人就是馬達 他好會煮菜喔 煮了一手好菜 所以他的興趣可能就是白的 他可能很喜歡找朋友來他們家喝茶 然後一起吃他煮出來的東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有這個恩思 但是當他沒有火熱心的時候 他就開始想說為什麼只有我在做 今天當我沒有火熱的心的時候 我們可能真的很會服侍 但是你沒有火熱的心 別人可能一小句話你就會覺得 他在說我的謊話 我今天做的他可能不滿意 我們很容易就把我們服侍的果效 放在人的身上 而是沒有放在神的身上 今天當我們有一個火熱的心 你就知道 我服侍只是為了榮耀神 別人說什麼沒有關係 只要我在真理上所行的是沒有錯的話 那我相信我所做的是能歸榮 要給神的 當你能跟神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的時候 你都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害怕 你會遇到什麼辛苦的事情 羅馬書十二章一開始說到什麼 我們一起來念這段經文 來一起請 所以 他說 把你的身體獻上 有沒有 把你的身體獻上 做一個什麼 祭 活祭 活祭 活祭是怎麼樣 叫你把你自己獻給神 但是 你已經好像死掉了 被燒了 然後慧林長老在底下 他說你好像已經被燒了 沒錯你要把你自己所有的 都除掉 你好像已經死了 但是你要活出一個 神的生命是不一樣的 把你的生命獻給神 是神所喜悅的 而且是理所干擾的 幫幫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把我們自己的火熱的心獻給神 我今天在這邊講火熱的心 你一定想說火熱的心 那神有火熱的心嗎 好我們一起來看這些經文 告訴你們一件秘密 就是我們的神 也有一顆火熱的心 耶和華必熱心成就這事 萬君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好 你在這幾段經文裡面都寫到 我們的神有沒有熱心 有 所以當你在想我要熱心 不是神的時候 當你那個熱心快要被 驕喜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耶和華的熱心必幫你成就 你現在所害怕做不到的那件事情 神的熱心要幫助你很多事情 以色列人以前他們真的很叛逆 就算神給他們更多的恩典 他們都會覺得 我看不到好像聽不到 他們過一下下就忘記了 但是神說我也有一個熱心 我們如果看整個歷史看下來 你會覺得神好像在拯救的這段期間 其實很辛苦 但是他如果沒有那個火熱心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還能接受神的愛嗎 是沒有辦法 只有神對我們火熱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跟他的關係是非常棒的 所以神火熱的心永遠都不會忘記 也永遠都不會消失 是我們要時常點啊 我們那個火熱的心 好 我們再一起來看這張圖片 盼望你後面那個心可以亮起來 我們時常真的釋放走了 我們的心會慢慢的變啊 因為我們覺得好像有點累了 但是當神的愛再次臨到你的心的時候 盼望我們的心可以跟這個圖片一樣 我們可以再亮起來 你知道你的心什麼時候最不會受傷 我覺得是小孩子的時候 當我自己這樣帶小孩帶了幾年之後 我發現哇 孩子真的好不會受傷 今天晚上睡醒明天什麼事就沒有了 今天晚上睡醒明天的太陽還是一樣美麗 花草還是一樣可愛 可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會今天受傷明天起來還是覺得 怎麼又早上了 出去看那個花草就會覺得 他們怎麼那麼幸福 怎麼不是我只要歸歸歸地站在這裡這樣就好了 我們那個心時常會 因為一些事情讓我們開始慢慢的退縮 但是盼望我們都能夠回到 孩子那樣把你的事情交給神 有一個牧師我忘記他是什麼牧師 但是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服飾也可以不流淚 他說他在他服飾的過程裡面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到國外去傳服飾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是被抵擋 他曾經在葡道會裡面的時候 他就被拿槍指著 就是說這樣他不可以傳服飾 但是他說他在服飾的過程裡面 每天都睡得非常的安穩 為什麼 因為他把他所有的事情都交給神 我們每天睡得安穩 這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學習一個極大的功課 把你的事情都交給神 你的心力只要單單的不是一事 幫幫我們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夜裡都能夠睡得非常的香甜 讓我們隔天起來可以更多的為主做見證 點到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 當我們對生命充滿熱情的時候 對這個信仰充滿熱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帶出來的東西是不宜的 從別人看到你身上你會發現 他的主好像真的很好 格里漢牧師他講過一個故事 他說有三個人 他們就覺得要去挖那個金礦 如果你們三個人要去挖金礦的時候 你們三個人會彼此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挖到了 非要跟別人講 我們自己就好 不可以跟別人講 這樣別人就會怎麼樣 趕快去挖 所以當我們有一天 遇到這個堡的時候 記得 不可以跟別人講 不可以告訴別人 這三個人就去了 那他們真的挖到堡了 就回來 隔天 他發現他們要出發的時候 後面都是人 為什麼 他就問說 你有講出去嗎 說沒有啊 我沒講啊 物語就說我也沒講 物語就說我也沒講 大家都沒講誰講的 臉上的表情告訴人間 當他們那天回來的時候 別人看到他們就知道這個好小子 今天出去的時候還沒有笑 回來三個笑成大樣 就知道他們一定挖的寶 今天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挖到一個寶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也會自然而然的笑出來 這不用人教 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很喜樂的時候 你連坐著想到都會怎麼樣 笑一下 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相信大家都有 神的愛在我們的心裡面的時候 你坐著的時候 你也會 別人看到你就知道 你一定挖到寶了 今天你心中的寶藏有沒有讓別人知道 要記得 火熱的心 一請的服侍 再來 常常服侍主 今天不是不要怕花你太多的時間 而是要怕 沒有時間來服侍神 我們都很怕服侍藏 我們很怕的時間 但是跟我們的生活 當然一定要有一點你要有修飾 但是記得 殷勤不適 所以我們要常常服侍神 當你有時間的時候 你覺得你有空的時候 你可以出去把你手上的根心送給一個人 或者是你可以從教會拿一點回去 放在別人的車子上 或者是把這份福音傳給別人 如果你可以做到什麼 就做什麼 就像那個老太太一樣 她透過坐在電話旁邊 她就可以打電話 讓三千個人信住 今天神 要我們每一個人做 都是來服侍她 瑪璃宣在中國宣教的時候 她很需要旁邊有一個宣教師 那當他們在推選宣教師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看這個人怎麼樣 適不適合 那有一個人 就說 她想要來應徵 那他們就問她說 那你要去幫那個瑪璃宣慕師的忙 她就說 如果能服侍神 那都太榮耀了 雖然她真的長得不怎麼樣 但是因為她服侍神的心 到最後她做了很多成功的見證 她也帶很多人清楚 那個人就是你的博士 在她的生命裡面 當人家會說 你要不要來跟這個牧師合作的時候 她沒有看到那個牧師 她看到的是誰 是後面的那位神 今天當你看到後面那一位神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所以不要忘記 只要你願意獻上 就跟這個五秉二語一樣 五秉二語 是哪一個五秉二語很厲害喔 不是 是當她放在主耶穌的手上 當神把她獻上的時候 把她撥開傳遞的時候 她的愛就這樣傳給那麼多人 今天你只要願意把你自己擺在神的手上 我告訴你 神一定使用你 像五秉二語一樣 讓更多的人來認識神 今天你傳福音的時候 你不要有壓力 好像你可能想說今天一定要一百個人 就非得要把她帶到教會不可 No 你只要告訴她 有一位神很愛你 把她帶到教會來當然是最好 但是不是強迫她 硬把她拖來說不行 你就是要來一個教會 你就是要到教會去問 沒有 你要告訴她 神愛你 當神親自感動她的時候 她會自己問你說 欸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教會 但是在這之中 你一定要不斷的關心她 讓她知道 你是一位支持她的人 你的生命帶有神的愛 要跟她分享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生活的見證都非常的有影響力 有時候我們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其實你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見證 都非常的有影響力 當我們同心合一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們一起來看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加文 這個人是誰你知道嗎 加文 那她手上那一個 是一顆血 是她的一個 她自己獻給神的一個很重要的 她跟神說 她說我就要把我這一顆心獻給你 在手上獻給神 她說我要把我的心獻給你 然後殷勤的服侍 這是加文她自己畫的 那她在我們的福音事工上 做了非常多 她希望我們可以跟她一樣 當我們每一個人都把心獻出來的時候 就我剛剛要說的 我們可以做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摩西在一件那個慧物的時候 她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人身上的東西都收集起來 為了就是要造 那她在收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收到多出來 收到多出來 那她們就可以建一個敬拜神的地方 再來 當人同心合一的時候 連我們的神都覺得 哎唷好可怕 當人同心合一要建造八別塔的時候 神想說 絕對不是不可能 他們一定可以蓋一座很高的塔 神就讓他們亂天空 當我們同心合一的時候 你知道地理會成本來神要毀滅她 但是當所有城裡的人 都決意禁食禱告的時候 他們的力量有多大 感動神 今天當我們同心合一的時候 你也會帶出非常大的力量 以絲鐵請所有的人禁食禱告 同心合一 所以 讓本來已經蓋上去的東西 已經 一定會施行的東西 神翻轉它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是聖經寫寫而已 而是我們能這樣一起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同心合一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天我剛好在準備這個的時候 看到一個 這個 他怎麼寫 佛乙團結的力量 佛乙的身體的密度比水高 所以他如果單獨走在水面上的時候 他可能會掉下去 水裡面就被水淹死 但是他如果在洪水來的時候怎麼辦 他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人都集結在一起 所有的佛乙就會團結在一起 手拉手啊 不然就是用嘴巴咬著對方 但是絕對不會讓對方受傷 那他們可以在水面一直漂浮 今天當我們團結的時候 那個力量也一定不一樣 所以盼望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可以一起來無視神 當我們願意的時候 你不用怕 你做不到 神說神拣選世上余著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拣選世上軟弱的叫那個強壯的羞愧 他拣選悲賤的跟那些浪人討厭的 無有的會要廢掉那有的 今天如果 你告訴我說 我好像不行了 你找別人 我要告訴你 我會幫你拍拍手 因為你真的很大 當我們覺得我們不行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被神用 當我們覺得我的字太厲害了 我告訴你 神如果跟你講話 你有可能會說不行 你一定要聽我的 當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懶惰的話 我們知道我們是可以把自己完全獻給神 神也必定使用你 因為你知道你會聽神的話 你會聽得清楚去建議 你會知道你要怎麼走 所以當你覺得你軟弱的時候 鼓勵你更多的出來服侍 因為你會經驗到神要親自帶你服侍 不要忘記 神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呼召 保羅在給神呼召的時候 他回答主說 主啊你是誰 他說我就是耶穌 然後呢 他說我要做什麼 他說你往大廣社去 那他往大廣社之後 他就開始一路的服侍神 今天在我們的 人的一生當中 盼望我們也可以問說 主啊 你要我做什麼 今天只有我們一起服侍的時候 帶出來的力量才是大的 我們今天要來唱的這首回應詩呢 我會選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只有想到一件事情 當我們回轉向神的時候 我們才能真的跟神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我們可能已經很久都跟神沒有那個很親密的關係 因為當我們向前走的時候 有時候神都是在我們後面追我們 因為我們都沒有停下來等他 我們的世界教導我們的真的是太敢了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我們可以告訴神說 我深深的渴望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我深渴望 聽說 天父我們求你 天父我們求你 來給護我們的心 來給護我們的心 那為父的心裡 转向他们所爱的恩兵 请这个时代 感受你的空灾 来一直恢复我们 开尽你的恩兵 请你的答案 你的爱 我的心 可能渴望 你回忽着 属于你的时代 愿意不足 万千长千 在这里 就如同在天上 天父我无生命 来回忽我们的心 让恢复的心 就像他们所爱的恩兵 习惠这个时代 感受你的空灾 来一直恢复我们 开尽你的恩兵 请你的答案 你的爱 我的心 我的渴望 你回忽着 属于你的时代 愿意不足 愿意不足 我却将写 在这里 就如同在 我写的脸上 我却将写 我却将写 你回忽着 你回忽着 属于你的时代 愿意不足 我却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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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都有很多的期望 很多的期待 但是主 我们时常觉得 我们自己没有 所以我们隐藏自己 我们把自己包起来 我们让自己躲起来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不行 我们觉得我们软弱 但是主 我们谢谢你 透过今天的经文 提醒我们 我们要出来 殷勤的不是 而且不要忘记 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那个火热的心 我们要再一次调放起来 主 我们要常常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常常服侍你 在这个年底 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圣诞节事 我们要预备 神我们要求你 对我们呼召 更多的弟兄姐妹出来 让我们一起服侍这个世 让我们能 让你的福音 降临在这个地上 让你的福音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不是透过我们这些 站在台上的人 而是要透过 神祢所要使用 祢所亲爱每一位子女 要透过他们在职场做见证 要透过他们 在他们的邻居身上 在他们的家人身上 在他们的同学身上 主祢要透过他们 传扬这个福音 因为祢知道他们可以 主我们要再次 把所有的弟兄姐妹 交托在祢的手上 愿祢更多来祝福他们 赐福在妈妈的身上 我们这样祷告 对我们也 св堅住 希望我们要再次